攝影機也可以拿來照QR-Code 我想各位知道 QR-Code不是手機的專利 你電腦像我的就可以 你的QR-Code放在我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 網路攝影機那個底下你照 它就辨識出來 所以你店家裡面 你假如說搭配這個圖片的 QR-Code的圖片使用 它可以變成這樣的情形 像是我們在台中 有一個上一年輩子 我們就送 你收到這個責單 收到我們的這個贈品券 你可以拿來兌換 但是這個贈品券 你如果傳給別人 那個人拿來兌換 你再拿來就沒用 為什麼 你這個贈品已經換過東西 在我這裡會有做紀錄 那比較笨一點的做法 當然就是說你傳給他一個編號 比如說你擺個 那你就花一張表格 那個一百個 那誰拿一張來換的 你就把它畫掉 這也是比較手工的做 那如果好一點的 他拿手機來 你也把手機拿出來 咚 照一下 這張 我們叫做消磁 就是你那個已經使用過 作廢這樣子 這個是在圖片上面 另外一種意義 就是這樣子 那它發送的 你看這麼多 這麼多 所以你不要感覺說 藍牙好像只是拿來 這個拼耳機而已 以後你可以試試看 甚至各位大家有回家 跟你太太 跟你這家人 是你同事之間 那藍牙開一開 你先去掃他的 他去掃你的 然後你送 我照一張你的照片 直接傳給你 之類的 這個大陸人 大家都會 年輕人就 那台灣好像 藍牙用的 不是那麼的 怎麼講 那麼的 不貼 不過我相信 隨著這個藍牙技術的提升 跟藍牙手機的意誘的推廣 耗電其實也被改善的狀況是 這個將來會是一個 最有競爭力的一個 因為編輯 什麼東西都要找到電競公司 都要錢 對不對 而且電競公司 就是他沒有辦法 試定性的提供這樣子 所以是 他電競公司 你說 我跟你發十萬折 然後怎麼樣 我就十萬折 那個門套在打你 我管你人在哪裡 對不對 你收到了 也不是在我商店之內 但是這個小型 微型的廣播系統 是可以在你自己商店之內 好 甚至像電子書 產品的行路 產品行路都要很有意思 像在展覽 像這個四把我們在展覽 如果你聰明一點 你在你台會裡面 弄一個這樣的機器 你需不需要再跟人家這樣搶 人家那種高端的 尤其是這種比較IT性的 這種展覽會展的時候 我們以前就做這樣的嘗試 那個感覺就是 他會人情的又多很多 因為你說 東醫生經過你台外門口的時候 突然間他就 誒 有電話來一打開 再有意思 就照片去看看 這個農民為什麼你不用 為什麼一定要長個辣妹 那個一天也不少錢 在外面拉那邊有個小朋友 人家是看辣妹的 你還不是看你的產品對不對 所以產品行路可以這樣做 甚至像 優惠劍 就是簡單的Gate書 他也可以直接這樣傳給你 動畫 廣告影片 那麼他在行銷上面的應用 第一個我們看正義的補答 譬如說你像到公所 或者是到什麼 這個公家機關於辦公的時候 都可以有一些這個 來源可以收到一些 政府方面提供給你們的東西 然後音樂的傳遞 像演唱會 我剛剛講的 演唱會的時候 你不管是演唱會圖中 你突然收到 跟這個歌詞有關的 這個一些獎品 送你一朵花 之類的 你收到那朵花 那你也可以就是說 讓在演唱會現場的人 或來給他 去下載這歌手的 最新的視頻更新 像這樣的應用也是相當不錯的 然後藝術介紹 你在展覽館的時候 你可以收到一些 比如說你看看這個 藝術展覽品的時候 你可以收到 他作者的一些相關的資訊 這個 章品的一些相關的圖片 跟簡單的介紹的一些歷史 然後文化導覽這個用最多 現在用最多 就是在景點的這個部分 然後接到了這個 就是說你接近這個物件的時候 他傳對應的東西給你 比如說我現在走到 這個接近世貌的時候 然後世貌就跟你講說 你現在已經接近世貌附近 然後最近 有個台中旅展 我不曉得過了沒有 我剛剛在門口看到這個 像這樣的東西 你讓人家知道 這附近 這裡已經發生這樣的事情 那魚人你看像電影 那個折價券之類的下載的部分 那其實像商業通路這個 其實非常的好用 現在其實已經慢慢有 很多人已經意味到 為什麼我在我的店家裡 要提供Wi-Fi服務 就無線網路的服務 那無線網路當然是一種很好的選擇 你可以讓你店裡面的人 免費上網 他就像Startart有這樣的服務 但他消費以往一般是會比較貴 那你如果只是需要用一個資料傳輸的部分 我在店裡面設置藍牙這樣的東西 也是另外一個不錯的選擇 但是你沒有辦法 其實也可以透過藍牙 接到你的網路在上網 接到你的網路在上網 是可以這樣做的 所以你在咖啡館裡面 你進到餐廳也好 這種消費地點的部分 你可以就是提供 不見得只是一定促銷的東西 你可以為了他一點譬如說 藝文的訊息之類的 你會覺得這個店 你這個店比較滿有風格的 那我像剛剛講的 像在這個 銀行也好 或者是 釀飯店這種東西 都可以用這樣的東西 尤其是那種範圍比較大 或者是百貨公司 百貨公司已經請到中年慶的資料 就丟到你的手機裡面去 那醫院 教育之類的 紅紅圈團的廣告 這個各位手上應該有資料 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 行動訊息廣告的一個比較 現在左手邊這個SMS 就是檢訊 人家最常用的 你們大概應該都有用過檢訊 然後MMS就是產信 在大陸上產用 叫多媒體的檢訊 那這兩個東西就是透過什麼 就是透過電視公司去發送的 所以它是需要檢的 但是它的限制是滿多的 像你打檢訊來講 它就給你限到70個字 檢訊是不能傳圖片文字 跟你們都沒有 都沒有 那你那個MMS就比較多了 MMS就是說你可以傳這個文字 可以傳圖片聲音 就是可以 但是MMS的費用 它傳裡面檔案也比較大 它的傳輸量比較大 它給機會相對用力比較大 但是在藍牙裡面來講的話 是全部都可以去送 那當然它比較大的缺點就是 含蓋面這段特定的區域 如果跟電力比較啦 但是換句話來講 因為只有特定的區域 所以它是一個很好的優勢 不見得只有是劣勢的 這個我們剛才有講過 它的內容可以很多元的去做一個應用 然後再來就是平台的這個管理的部分 平台管理我們剛剛做 當就藍牙這個機器上面來講 你可以是離線的使用 或者是連線的使用 我舉個例子就是說 你今天假如說你這台機器沒有上網 那怎麼辦 裡面的節目表 跟發生的內容 你就要必須手工 人工的去做一個更新的 那如果你有上網 你這個上網的時候 你從你家的電腦 你公司的電腦 你上網到那個位置 你把那邊改一改 訂好時間之後 那個時間到 它自然就脫了網 丟到那台機器 就不用動手了 那如果是像車子 我剛講車子那個時候可以講 可以啊 這裡面再插一個什麼 那個網卡 就是現在的3.57的網卡 再插一個那個